约书亚纪第四章 国民尽多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 祭司缴站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下约旦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贵前头 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树木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贵前断绝 约贵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 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 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树木 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尊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醒了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 在台约贵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里 台约贵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 等到耶和华小域约书亚 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贵和祭司 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流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 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当那日 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在他平生的日子 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小域约书亚说 你吩咐台法贵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台耶和华约贵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旱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仍旧涨过两岸 正月初十日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 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这边 在这边 是地下监 的 matters 就是这边